儘管語言不通 台灣慈青依舊逢人 就勇敢向前環保宣導 我們看到的孩子非常的勇敢 雖然下雨 雖然路人 我們都走過去 這個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們去體驗一下 生命的可能 真的是跪在自我實踐 這裡是青脈慈濟學校 所在的邦棚村 台灣慈青利用暑假 來到太北進行人文交流 除了志工服務 他們也想把環保扎根在村子裡 我們會先跟他們說就是 為什麼不要用一次性的東西 再來就是要告訴他 分類的種類又有什麼 多一個人可以在落實環保 那這個地球就會多一份愛心 那會多一個乾淨的環境 他們就是都很有耐心聽我們講 然後也是都說願意 就是跟其他人分享這個好的活動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子我們來做這件事 解釋是非常有意義的 環保宣導過後 慈青海透過親子同樂會的活動 要村民認識減碳的中藥 所以說這件事 就是要把環保扎根在漫洪 和沙漫 然後就去沙漫 村長帶動村民在全村落實環保 讓愛護地球的行動力 再更多一些 大愛新聞 真善美之工 簡熟思 陳坤安 泰國報導 在這件事 中藥 中藝